大家好 今天煮了一锅龙虾粥 作为今天的早餐 我昨天送的猪脚 面馅的一些汤汁 作为汤底 加上一些糙米 还有起碗 然后呢 用水煮 再加上一些大白菜 豆干 最后放上红香两粥 以及一些葱花 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再煮一会儿吧 先在碗里铺上一些白胡椒和姜 香粉 然后呢 灯火的 这个再煮久一点 就可以一起锅 这个龙虾买回来呢 我的处理方式是先把头尾去掉 剪掉 然后那个角角的地方都剪掉 看起来比较干净 然后呢 这次我在中间呢 也剪了一刀 所以待会儿 在吃的时候呢 也会比较好剥 因为现在很烫 所以就把它剥开来 记得在中间要把它 用剪刀把它剪开 比较好剥 龙虾粥 最近的早餐 放假的早餐 里面有米 糙米 还有这个Kiwa 看得到吧 Kiwa 就是这个圆圆的 先打开来 小小圆圆的 有肉 有菜 有蛋白质 营养均衡 又热乎乎的早餐 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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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煮了 它有肉 有肉 用肉 有肉 沥多 就好了 我把肉 放在外面 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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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